中西方文化 张着深渊巨口 拼抹着诅咒烈焰 企图将行差踏错的人 吞入腹中 大家好 我是电影名小雅 今天为各位朋友带来 评分高达7.6的 经典扣舞片 上映于2007年的 幻影的胸肩1408 话不多说 故事开始了 这一夜暴雨如注 四周迷影一片 迈克冲进了一间小旅馆 点名要入住闹鬼的房间 掌柜的有些诧异 连忙说 曾有住客在窗外 拍到一只女仆幽灵 提醒他千万锁好门窗 迈克丝毫不拒 反而十分期待 因为他是个恐怖小说作家 如果能见鬼 还能将蚊子雕琢得 更加惊悚 何乐而不为 只见他一进鬼屋 便在烟灰缸上搭了一支烟 这是他戒烟以后的小习惯 也让每一次探鬼行动 都充满仪式感 紧接着他猛灌了一口烈酒 有些焦虑地在屋内徘徊 可只等到夜幕浓黑 也没能见到鬼 第二天清早 他在回程路上掏出了录音机 十分失望地说 满风恐怖指数十颗行 这间旅馆勉强五颗 下一个行程是签书会 书店工作人员表现十分冷漠 在场的书迷也只有零星几个 即便如此 迈克还是充满热情 滔滔不绝地 讲述着自己的探鬼经历 在他看来 那些闹鬼的凶屋 只不过是生意惨淡的旅馆 所编造的懒客手段 鬼魂和神明一样都是不存在的 而他所写的恐怖小说 也都是虚构的 演讲完毕后 签书会正式开始 大多数书迷都拿着他近期的恐怖著作 例如十作鬼分 鬼魂生存指南等 只有一位女书迷 将一本发黄的二手书 摆在他的面前请他签名 迈克认出这是他唯一一本 非恐怖小说 《漫漫回家路》 也是他在《明不见经传》时 创作的第一本小说 女书迷夸赞该作品情感真挚 尤其是描写父子感情的章节 十分感人 询问是否由真实故事所改变 迈克谎称小说皆为虚构 脸上闪过了一丝心虚 工作结束后 迈克来到海滩冲浪 抬头看见飞机驶过 但由于阳光刺眼 看不清几尾的横幅上写了什么 一个巨浪猛的袭来 将他瞬间掀翻 很快便陷入昏迷 沉入海中 等他再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被冲回到沙滩上 一旁的冲浪小哥上前关心 发现他并无大碍 稍坐休息后 迈克去邮局取了一打信 工作人员认出了他 说星座十座闹鬼庄园 简直吓得人不敢起床上厕所 迈克礼貌回应 紧接着来到咖啡店拆信 他先是将朋友的问候信件 不懈地丢在一旁 然后翻看起全国各地闹鬼酒店的邀请函 海豚酒店的明信片 引起了他的注意 因为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不要入住1408号房 迈克发现1408加起来 正好短于13 而这个数字相当邪门 通常代表死神或者死亡 他十分兴奋地打电话 去海豚酒店预定房间 可对方一听 他要入住1408号房 便一口拒绝 见他再三坚持 竟然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让他更加好奇1408号房背后的故事 查阅了历年的老报纸 终于找到一则1938年的新闻 原来那里曾出过命案 迈克立马联系主编 接好友大卫 三一两语 说清了海豚酒店的事情 大卫叫他放心 联邦公民法案中明文规定 酒店有空房 便不能聚客 否则就会因歧视住客吃官司 只要软磨硬泡 一定能成功住进1408号房 挂断电话之前 大卫提醒迈克 海豚酒店位于纽约 有些担忧地询问他是否已放下一切 是否做好了重回伤心地的准备 迈克只说了句公事公办 便匆匆启程了 原来这是他时隔许久回到纽约 自从女儿不幸病故后 他便抛下妻子莉莉浪迹天涯 而这次回来也并没有通知莉莉 而是直奔海豚酒店 前台输入了预约姓名 系统显示要由经理亲自接见 在等待过程中 迈克遇到一位行李员 表示要帮忙搬运行李 他才刚拒绝行李员 经理奥林便出现了 看门见商地说 只要肯放弃1408号房 便为他升级总统套房 并附送求菜门票和丰盛的晚餐 但他依然坚称要入住 无奈之下 奥林将他领进了办公室 还送他一瓶陈年威士忌 试图再次说服他 称没有人能在1408号房内 挺过一个小时 迈克有些不耐烦 叫奥林不必装神弄鬼 说着这些吓唬小孩的话 无非就是想让自己 把酒店写得恐怖一些 吸引读者前来打卡 以提升入住率 奥林立马反驳 称海豚酒店的生意一直很好 全年保持平均90%的入住率 不需要一个三流作家帮忙打广告 还破例拿出了内部秘密文件 说至今已有56起离奇的死亡事件 有自杀的 心脏病发的 还有淹死在鸡汤里的 奥林第三次规劝迈克放弃1408 建议他住进隔壁房间 因为两间房布局都是一样的 没必要为了写小说送命 更何况是毫无文学价值的 垃圾恐怖小说 还拿出了迈克的第一本小说 《漫漫回家路》 说男主角正是个混蛋父亲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迈克的心 因为奥林所言不假 迈克确实是一个抛弃器女 只顾自己快活的混蛋父亲 可极度自负的他 绝不会听取奥林的建议 还是坚持要入住1408 当他说出鬼魂和上帝都不存在时 奥林放弃了 将1408的钥匙 从保险柜中取出 交到了迈克手中 坐在他的耳边说 这是一个邪恶的房间 来到13楼时 迈克一边走着 一边翻看56名受害住客的照片 突然撞到了凳子 电梯盯了一声 自动打开 像是在提醒他离开 但他没有理会 静止来到1408房门外 开门之前 发现隔壁住着一个 带着婴儿的女人 按惯例 一进房内 他便在烟灰缸旁 摆了一支烟 然后打开录音机 吐槽这里太过温馨 完全不像鬼屋 发现床头柜里的圣经石 只随便翻了两下 便十分不屑地丢开了 然后打开窗户 欣赏着纽约街景 突然收音机自动打开 吓了麦克一跳 猛地回头 发现枕头上 多了两块巧克力 他猜想 是奥林躲在房间里 搞事情 连忙四处查看 但并没有发现半个人影 就在这时 通风口略过黑影 使得他更加坚信 有人在捣鬼 压根没往灵异的方向想 不久之后 房内热得像个蒸笼 原来是调温器的开关坏了 他只好试着打电话给前台 要求酒店方派人修理 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了 在等待过程中 他将灯光全部关闭 拿出了紫外线探测灯 发现处处都有血迹 受害者的尸体 仿佛就在眼前 那幅踏浪之船的挂画 突然歪了 走近将其摆证时 麦克仿佛听见了海啸声 一时间满头大汗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破了恐惧 透过猫眼一看 原来是修理工 麦克松了一口气 正想开门 发现门锁已经坏了 费尽全力才将其扭开 而那位修理工 却不肯踏进房间半步 只站在门口 叫他修好了调温器 便快步离开了 就连小费都没有拿 而麦克则关上了房门 错过了最后一次 离开1408的机会 合眼睡觉之前 收音机再次自动打开 传出一阵悠扬的情歌 屏幕显示 一小时倒计时开始 他猛然想起奥林说过 没有人能在1408中熬过一小时 突然耳中传来一阵剧痛 耳鸣声随之而来 弄得麦克头痛欲裂 他连忙探出窗外 发现自己连喧闹的车水马龙声 也听不见了 窗户猛地砸落下来 他终于恢复了听力 但手上也被砸出一条长长的伤口 想用水冲洗消毒 可水龙头却突然坏了 超强的水柱冲着他呲牙咧嘴 在他包扎伤口的时候 收音机又响起了 他本想将其砸烂 却发现分明扯掉了插头 倒计时竟然还在流动 幸好前台及时打来了电话 麦克对着话筒激动地叫嚷 只要退房 可对方却始终不答应 于是 麦克一把提起行李 预备逃离1408 可房门已被锁死 用力一扭 还扭断了门把手 从猫眼出往外一看 发现门外正用一只眼睛 死死地盯着他 无奈之下 他只好来到窗边求救 发现对面的居民楼内 正好有个男人在写作 那人也听见了他的呼救声 对他做出了回应 但很快 他便发现 男人是在学他的动作 就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拿起台灯一照 他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 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一个杀人狂痛击男人的头颅 麦克回头一看 自己身后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 拿着狼兔的杀人狂 他被吓得蜷缩在地 但眨眼的功夫 杀人狂便凭空消失了 于是他再次来到窗边 将台灯丢下楼 试图引起行人的注意 可诡异的是 台灯竟逐渐透明 直至消失不见 麦克的心跳着像打鼓 耳中还响起了一阵小女孩的玩闹声 而内战已被他丢下楼的台灯 正静静地躺在地板上 他被吓得浑身发抖 眼珠转来转去 突然发现通风口里有个摄像头 他认为一定有人在监视自己 而内人很有可能就是奥林 于是他反复提醒自己 这个世界没有鬼神 也许是奥林在威士忌里下了迷幻药 所有的灵异现象都是幻觉 只要熬到天亮就能解脱 正当他已经说服自己时 电视机自动打开了 死去的女儿出现在屏幕中 甜甜地笑着找爸爸 不知不觉眼泪打湿了脸庞 他不由自主地伸出手 想摸一摸女儿的小脸 可电视机却突然黑平了 一只苍白的鬼魂慢慢飘到窗边 纵身跳了下去 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的红衣女人 哭哭啼啼地来到窗边 同样翻窗跳了楼 就在他难以置信之时 墙后响起了一阵婴儿啼哭声 他终于响起隔壁住了一对母子 连忙拍墙求救 但那婴儿似乎被他惊扰 哭声也越来越大 很快变得尖利恐怖 就像是指甲刮黑板的声音 他就紧抄起椅子用力砸墙 四周终于变得安静 一片白光照定他的视野 循着光走进了一间陌生的浴室 镇中央有个喃喃自语的老人 上前一看 原来是被他丢弃在养老院的父亲 父亲悠悠开口 只说了一句话 你会像我一样 像是一句提醒 也像是在诅咒他 会和老父亲一样孤独等死 眨眼之间 迈克又回到了熟悉的1408浴室 被砸烂的墙面 裂得像一片丑陋的疤痕 内里渗出大量深红色的污水 像极了尸体中的浑浊湿水 迈克不愿坐以待毙 查看地图后 决定爬窗到隔壁求救 按估算 两扇窗的距离 不会超过18英尺 只要在窄小的石台上 坚持前进一两分钟就能脱身 可是他早已走过了18英尺 还是没有看到窗户 探头一看 四周竟全是砖墙 他们吓得双腿一软 差点摔下楼去 终于嘟嘟嗦嗦地回到了窗边 不料却迎面遇到红衣女人 吓得他往后一样 幸好在坠楼之前 喷住了石台 负责后果不堪设想 在窗户关闭的那一刻 成功落地 重新查看地图后 发现13层 竟然只有1408亿间房 而门窗之外皆是砖墙 再无逃生之路 其中一块砖头上写着 烧死我 一段往事浮现在眼前 那时女儿才刚查出癌症 福福良抱头痛哭 女儿则在一旁静静地躺着 她不由自主地呼唤起 女儿的名字 话音刚落 灯光便熄灭了 摸着黑打开灯后 狼头杀人膜又如幻影般闪现 一瞬消失不见 此时 自动调温器再次坏了 冷得麦克打哆嗦 她打算打电话报警 发现手机压根没有信号 于是拿出了电脑连接WiFi 终于联系上前妻莉莉 急切地请求她帮忙报警 可刚报完地址 天花板上的喷零器便打开了 直接向电脑叫死机 麦克气得跳脚 拿起木块敲烂喷零器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以从天花板上的通风口爬出去 可没爬几步 她便听见婴儿的哭声 来到隔壁房间的通风口 正想开口呼救 报银耳的女人便抬起头来 原来是她的前妻莉莉 她知道这仍是房间创造出的幻觉 于是继续寻找出口 很快来到了第二个通风口 看见自己正在与父亲争执 那时的自己实在是个人渣 因嫌弃孩子的哭声刺耳 非要闹着出远门 丝毫不理会父亲的劝阻 还骂他是个没用的老家伙 麦克不敢多逗留 拼命往前爬 一转弯看见一个男人趴在原地 走近一看 竟是第一个收海住客 俨然已成了一具干尸 突然那干尸张开了嘴巴 凄厉地朝麦克求救 他被吓得愣了两秒 然后火速原路返回 可那干尸爬得实在太快 很快就抓住了他的脚踝 他只得猛地往过一踹 踹得那干尸四分五裂 钻回1408号房后 他口干舌燥 预备喝杯冰可乐 刚打开冰箱便看见一条长长的走道 奥林十分得意地站在走道上 还嘲讽着麦克不尽鬼神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趣 麦克恼羞成怒 想冲进去暴走奥林一顿 可冷静下来才发现 自己一直都在殴打饮料罐子 他喝了口酒冷静了一下 想起手边还有一本圣经 希望能获得上帝的庇佑 可是圣经那页全都变成了白纸 他的思绪飘回到从前 想起重病不治的女儿 曾从莉莉的口中得知上帝的存在 小小年纪的他看破了生死 还安闻父亲说 人终将一死 死后定会解脱 和上帝一起住在天堂 为了哄女儿开心 麦克撒谎说 他也相信上帝 传真机的声音将麦克从回忆中拉了出来 他一眼认出传真机内的小小裙子 是女儿死去时穿的那一件 于是无比真爱地冲洗干净 并收入怀中 此时此刻 屋内已积了一层血 温度早已降至零下 他只得烧火喝酒来预寒 就在酒只剩一小半时 电脑中传出了莉莉的声音 他告诉麦克 警察已经来到1408号房 但里面根本没有人 着急地询问麦克究竟在哪里 麦克不知该如何解释 已经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可莉莉不愿放弃 呈15分钟后 自己就能赶到海豚酒店 麦克轻轻转头 发现倒计时只剩14分钟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 屏幕上出现了另一个麦克 还花言巧语地骗莉莉来1408号房 任凭麦克如何嘶吐着阻止 都无济于事 莉莉根本听不见她的声音 当莉莉起身出发时 屏幕上的麦克得意地眨了眨眼睛 断信之后 屋内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无数石块砸落下来 一阵暴风雨洗刷着遍地尘埃 电扇雷鸣之间 麦克发现墙上的挂画变得十分真宁 尤其是那幅踏浪之船 进成了三地动画 仔细一看 狼吐杀人魔原来是甲板上的船员 麦克举起木块悄乱画画 一大股水流猛地涌入 将1408号房瞬间冲散 而麦克也沉入了深不见底的水中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躺在海滩上 这次他看清了飞机横幅 上面写了一句汽车广告 电话尾号是1408 一位小哥上前关心 将他送进了医院 前妻莉一收到通知 便赶来洛杉矶看他 他则激动地说着 海豚酒店1408号房 还说曾经打电话给莉莉求救 莉莉一头雾水 安慰麦克那只是一场噩梦 在洛杉矶的阳光沙滩旁 莉莉问麦克为何不告而别 他终于不再逃避 说因为看见莉莉就会想起女儿 两人来到餐厅共进晚餐 麦克突然看见了1408里的红衣女人 揉了揉眼睛再看 发现自己认错了人 眼下他已放下执念 希望能和莉莉复婚 但莉莉却表示拒绝 不愿再踏入那段 让他遍体鳞伤的婚姻 不久后 莉莉离开了洛杉矶 麦克也适应了正常的生活 这天他来到邮局取信 和在梦中发生过的一样 邮局工作人员和他搭话 说星座石座闹鬼庄园 吓得他不敢起床上厕所 可是和梦中不同的是 麦克并没有收到 海豚酒店的明信片 查看旧报纸后 发现那则1938年的命案 时间和人物都对 只是并不是发生在海豚酒店 而是在桥边 海豚酒店似乎压根就不存在 可对于麦克来说 那场关于1408的梦 实在太真实 令他久久无法忘记 于是他将幻影胸肩1408 写成了一本书 打算寄给大卫出版 在去游曲的路上 他想起了许久未见的老父亲 临时便当来到老人院 此时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 已认不出麦克 只呆呆地看着地面 而麦克则声泪俱下地 忏悔着自己的罪过 希望能取得老父亲的原谅 紧接着 他来到邮局寄书 发现有几名装修工正在施工 工作人员也换了一位 麦克觉得他十分艳熟 突然想起是海豚酒店的行李员 就在他震惊之时 行李员火同装修工 撕烂了壁纸 砸烂了地板 他这才惊觉自己从未逃出海豚酒店 一直都在1408房所创造的幻觉中 两眼一黑之后 1408号房变作一片废墟 一旁的小门枝丫打开 里面躺着一具小小的棺材 女儿的尸身正慢慢在烈火中消失 麦克陷入了绝望 一扇白色木门突然出现在不远处 门后藏着无边无际的黑暗 他正要迈腿走进去 突然被女儿叫住 麦克知道 女儿已化作灰烬 不可能活生生地回来 想必又是1408的陷阱 可他甘愿踏入陷阱 紧紧地抱住女儿那柔软脆弱的小身体 约定和他永不分离 可前一秒还活蹦乱跳的女儿 偷然停止了呼吸 1408号房故意给了麦克希望 然后再无情打破 让他彻底崩溃 女儿的尸体化作一棚死灰 他立马收拢灰烬 发现曾经的幸福与美好 如同流沙适于掌心 此时他对死亡与未知的恐惧 彻底消失了 只剩下绝望与愤怒 他拼命砸着1408号房 直至泪到窝里 瘫倒在地 就在这时 收音机上的倒计时结束了 麦克回到了崭新整洁的1408 还接到了前台的电话 对方通知他 新一轮的一小时倒计时即将开始了 幻影胸间能捕捉每个人的脆弱 又人们最不敢面对 且难以承受的事情 反复折磨身心 逃是逃不出去的 就在这时 一根上吊绳出现在麦克面前 1408以为他绝好了坟墓 期待着他 放弃自己的肉体 献出自己的灵魂 然后和1408融合在一起 麦克果断拒绝 是要抗争到底 而前台则悠悠地提起他的前妻莉莉 威胁他 如果不乖乖就死 就让莉莉也住进1408 还会杀死他的所有亲朋好友 听筒内的声音逐渐变得诡异 麦克冷冷地挂断电话 然后穿戴整齐 预备以最体面的面貌 与幻影胸间1408同归于尽 他将布条塞进威士忌中 制作了一个火焰弹 点燃了这间邪恶的房间 在熊熊大火之中 惬意地抽起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支烟 另一边 莉莉已赶到海豚酒店大厅 消防员被涌动的人群堵住 无法上楼失救 莉莉则哭得肝肠寸断 1408在烈火中消亡 发出了一阵阵尖厉的哀嚎声 他打开了自等喷零头 试图垂死挣扎 但掌握了主动权的麦克 并没有给他机会 果断用烟灰缸打破窗户 大量攻击灌了进来 或是一发不可收拾 麦克则肆意大笑 给1408号房 打了满分十分的恐怖值 在迷流之际 他听见了女儿的声音 正悲伤地说着 爸爸人终将一死 第二天一早 莉莉为麦克举办了一场葬礼 奥林前来参加 预备将麦克的遗物交给莉莉 但他却拒绝接收 生怕堵私人 奥林补充说道 麦克并不是一个放弃生命的懦夫 而是毁掉房间的英雄 麦克的好友大卫连忙打断奥林 匆匆拉着莉莉离离开 奥林只好捧着遗物盒子回到车中 拿出了麦克的录音带 按下播放键时 听见了麦克和女儿的对话声 巧合的是 不远处正好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奥林后背一凉 往后一看 麦克焦黑的尸体一闪而过 这一切当然只是幻觉 在目的中迷了路的小女孩 找到了她的父亲 而麦克也将永远留在1408号房中 永远陪伴她最心爱的女儿 电影《幻影兄间1408》 根据著名作家史蒂芬金同名小说改编 灵感来自于一场无比真实的噩梦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中有许多暗示与伏笔 最明显的是出现了很多次的不祥数字13 房间号相加等于13 第一位受害房客的死亡年份相加也是13 还有摆放钥匙的盒子 酒店的门牌号等等 都暗示着这是一场死亡之旅 而奥林所赠送的威士忌 亦为第57之死 暗示麦克会成为第57位受害住客 还有砖墙上的烧死我 明确表示房间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一早就知道麦克会死于火灾 也许幻影兄间并没有消失 正藏匿在某个角落等人入住 不停地用心理战折磨人主动退房 也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基督教相信自杀者不配进入天堂 将打入无边地狱永远受苦 也许麦克并没有真正战胜1408 但他战胜了自己 直面了以往的自私自利 选择用自我牺牲的方式 保护妻子和朋友 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地狱 都将和女儿永不分离 众所周知 该部电影还有三个结局 小小姐说的是最广为流产的一版 其余的就不一一赠说了 欢迎各位乐片无数的恐怖影迷 连来言补充 请不吝点赞订阅